近日一句韩媒报道,备受瞩目的演员李善君卷入吸毒丑闻,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 据报道,李善君向警方陈述称,自己是被一名娱乐场所的女公关所欺骗,对吸食的物质毫不知情。 据悉,这名女公关在首尔江南的高档娱乐场所工作,并与李善君等名人保持友好关系。 该场所主要服务于高收入人群。 根据韩媒最新报道,李善君涉嫌出轨,并未曝光于女公关的对话音频。 被曝光的对话中,李善君竟表白道,我很喜欢你,知道吗? 女公关巧妙地引导她回应道,不知道,你又没表现出来。 两人的暧昧互动可谓让人咋舌,随后女公关掌握了李善君的把柄,翻过来威胁她,于是双方关系破裂,更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的是, 警方在调查中听到女公关声称,我爸在我旁边吸大麻,于是开始着手调查吸毒问题,没想到一调查就激起了千层浪,如今李善君